孔麟鋒 我們看一下孔麟鋒 能不能終結撥球對中國選手不敗的記錄 加油 孔麟鋒 加油 加油 大戰即將開始 第一回合 看雙方如何開場 孔麟鋒 2015年駐神之戰八強 波球 世界泰拳王子 泰拳王子 波球還是非常的認真 我們看看他做的所有的動作還是 這些的試探就顯露出波球這種大將之風 是的 非常輕鬆 非常流暢的這種試探的轉換 非常地放鬆 但是又不輕浮 好 穩健 孔麟鋒 孔麟鋒也是在不斷地尋找試探 是的 孔麟鋒是曾經在孔麟鋒南京戰一分 39秒在第三回合 K.O.烏茲別克斯坦的拳手 蘇曼貝克托里波夫 而且2015年孔麟鋒的駐神之戰八強 好 好 不求一個高掃踢 孔麟鋒的後手直拳命中 但是這個拳比較輕 這場比賽 第一個回合真是 給暴風雨之前的寂靜 雙方的試探 雖然出招 很容易 但是呢 都沒有完全的發力 現在兩個人開始互換拳 低掃踢 孔麟鋒 非常的敢打敢聽 意志非常的頑強 非常重的 中高段的掃踢 波球的腹部的擊打 高掃踢來自於波球 吸擊 這是一個變線的這種動作的轉換 正燈腿來自於波球 飛吸 非常的快 讓兩個人分開 然後這時候孔麟鋒開始 孔麟鋒是做了 做了多次的空拳呀 波球的腿法 大家都已經說能詳 連續的正燈腿 曾經讓K1的前王者 脫沙豆吃進了骨頭 還有之前在孔麟鋒的賽場 也是連續頂隙 在孔麟鋒 擊敗了中國的狐心者互惠 非常重的高掃 看似很輕 但是落點極為的重 身體的打擊 再次的高掃 好 第一回合比賽 孔麟鋒還要試探 後手的重拳 吸激 波球要做一個轉身的半摔 孔麟鋒是一位反架的選手 所以說他的後手拳 還有這個是非常不明智的 不要把這個背 給波球 中段掃踢來自於波球 重拳來自於孔麟鋒 孔麟鋒的後手拳 剛才是打中了 高掃 波球的這種高掃踢 也是對於孔麟鋒的後手拳 也就是左手的重拳的遏制 前腿的掃踢 波球在拼拳的這個距離 他的防守可以說真是大盜 智檢 大盜層檢 看似簡單的格擋 但是原隊是非常有效 波球的拳反的連擊 波球的這個躲閃也是非常地到位 非常地冷靜 只是往右邊錯了大概 三到四公分 就非常 可以說是非常精確地躲閃掉了 孔麟鋒的重拳 中拳擊斧來自於波球 現在孔麟鋒有一些被動 孔麟鋒因為他的左手 也就是自己的後手拳 剛剛是被一系列的 連續的現在是波球的重拳 命中孔麟鋒 可以注意觀察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積極好像打得有點低 被打到當步的選手呢 會有短暫的休息時間 我們其實可以在 雙方啊 禪暴的時候 可以去觀察 波球的這種 連肖帶打邊卸勁邊組織進攻的 是的 非常熟練 這當然是 吃著打出去 加油 上 小心點 有嗎 中美鋒曾經是2013年 全国自由国际70公斤级的亚军 现在波球开始不断地向前押近 孔玉峰的两个人开始刹罚对攻 孔玉峰的后手 这是他的左手重拳 还是波球杀伤的 高扫 低扫 拳法 波球的半摔 这个太可怕了 孔玉峰已经被逼到了绳脚 现在波球开始连续地用重锡和重拳 连于压制 波球现在是不打算让孔玉峰出了这个脚 吸尽 就接腿 波球也是对刚才的这个实际的把控 也是觉得孔玉峰把控得非常的好 孔玉峰现在是 心里一看也是没有什么包袱 放开去打了 孔玉峰连续地正正腿腿 先打拳 好 第二个规合结束 全打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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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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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场面上来说啊 波球从前两回合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先牵住啊 不要 不要让他 加油 第三位看到双方都加快了比赛的节奏 波球开始做连续的腿部的踢击 是的 前腿干扰对方支众队后腿连续地直接起高扫梯的进攻 高扫梯 非常的快 再来高扫 打你 就是了 气息 不先快 非常的快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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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隐蔽性啊 非常强的高扫梯 吹 吹 吹 波球先来追波球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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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波球的这种闪身摔啊真是非常的咸手 对 波球的这种摔法即便是如果是进入到MMA的领域 也会有它的用事 是的 没办法 反边拳 反边拳 扯一的后手前 漂亮的后手迎击 孔临峰 再高扫梯 如何反扑再高扫梯 抉拳頂 formerly étaient非常危险 波球的连续进攻能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现在的时间不多了 其实孔凌峰可以放开一搏 现在贴身缠抱的时候 孔凌峰是比较主动实时漏抱 而且贴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紧 来遏制波球的重膝的进攻 搞扫踢 凭凌峰 孔凌峰重拳能否再次发挥前手拳打到 孔凌峰也是有打到波球 但是波球继续保持自己的进攻 高扫踢 这个贾动作非常强 非常重这种冲撞的西撞 但是孔凌峰要做一个起跳的转身后 他快的是被波球是以高扫踢来迎进 在转身的边圈 比赛还有16秒钟 13秒 13秒 孔凌峰确实可以放手一搏 拨球的反对圈 拨球的高扫踢 拨球的高扫踢 比赛结束了 三局啊 三个回合孔凌峰可以说是顶住了压力 整个回合孔没有 三个回合孔凯峰 是要拨救满 这场比赛 冯立峰 三聚打满 拨球的回法 特别是连续的高扫兵的能力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29比28 二号裁判30比28 三号裁判30比27 比赛结果 and the winner by the recorder Bachau Benchami 首先我们的颁奖嘉宾 昆仑爵大赛的创始人江华先生 还有团带网的创始人董事长 兼CEO唐军先生 为获胜的选手颁奖 为我们的太拳王子 波球颁奖 那么这样 波球就取得了 中国选手挑战他 第12次的胜利 接下来第13位 向他发起挑战的中国选手究竟是谁 我们在后面要期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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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